我覺得創業是沒什麼好模仿 也沒什麼好... 不能說請教 但就是聽人家故事 你自己在想有這種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聽人家都會有成功故事 如果聽人家成功故事就有用的話 那我們就每天一聽成功故事就可以賺大錢了 所以可見聽成功故事不是那麼有用 那我今天做的簡報 現在簡單就是大概會先突然講一些 我在從創業有這個想法 然後開始到真正的做出一些成果來的一段的理程 然後還有我的一些決策的想法 然後首先呢 我第一間店 就是我第一間店的照片 那就是我的LOGO就是樂氣球 那講一下這個LOGO 其實我當初在做桌遊的時候 我秉持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夠把歡笑跟快樂的笑聲帶給這世界上更多人 讓他們認識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回想起我以前大學在玩桌遊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回憶 但是那時候玩桌遊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在玩桌遊的時候 都沒有人可以教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玩桌遊的時候 都是去到一間很狹小的店 然後通常可能還是一個人家裡 然後他就把他的餐桌送出來 然後買了幾款桌遊在他的書架上 然後就自己去他的書架上 然後桌遊就開始在那邊玩 那他們就說一次一次收了50塊清潔費 桌遊店的起人 大家就是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就嘗試想要去了解更多桌遊的時候 發現說這些店家他們都是玩家 然後去經營這樣的店家 所以他們便不是認收於經營 他們還不想要把桌遊推廣出去 他只是覺得我家裡擺盒 擺套桌遊實在很浪費 不如就邀請大家來我家裡玩 然後下次可能還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想要說 其實這可能是一個市場 然後也是一個能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桌遊店 那我們畫了這個Local的意義 其實就回歸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圍在這邊的方便 所以這個氣球 看似是一個氣球的形狀 其實是一個圓形的桌子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玩桌子 然後他的眼鏡其實就是拍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是在座上玩 那這三個人就是 玩了三個表情 就是有個人一定很開心 還有一個很難 有一個根本不想玩 就是在旁邊的 所以我們在玩桌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的一些表情 所以等一下再跟你請教一下 那我們也希望熱氣球的表情 就是有快樂的意義 然後也有熱氣球的意思 希望大家是一個團聚 然後一起就是 承著熱氣球 翱翔在世界各地的感覺 因為其實桌遊 很多主題都是各國的明星 那我們希望現在玩桌 就是希望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好那 我曾經上位電視報導 放棄升學創業去排大便 在開桌的店 這個標題下降不錯了 就是他另外一個標題就是 就是窮忙三十天只賺一貫 然後旁邊的link連結就是 博士生賣雞排 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接受採訪 就是因為博士生那時候賣雞排 然後這個案子很紅 那時候經文一直爆 然後大家開始狂找台達生做什麼啊 又有什麼碩士生在做什麼啊 然後就來採訪我們 那其實記者就是 你會一直希望能夠 挖到你的痛處 告訴他說現在人就是 學歷不重要 然後就是 現在出來的人都沒有 都沒有投入走 所以只好開桌的店 這樣就會 但其實我不覺得我這樣的人 我覺得我的投入出去一定也是還不錯 但就是 我覺得 這些投入 可以創造的意義 圓圓小語 我創業可以創造的意義 所以我才選擇走創業 這也是我採訪的一些新聞解釋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 我要創業跟要開桌的店呢 其實就起意義 那我當兵的時候 這我當兵 最後把最後一個頭把都掉的那個畫面 最後把頭都掉 那我當兵的時候 是在花蓮當兵 那我當兵的位置是監獄 我在監獄裡面當兵 我想 大概台灣 台灣這麼多的當兵裡面 大概 我們單位只有15個人 所以 大概只有15個人 在Pay的監獄裡面當兵 是很少見的 可能還不到數個 因為裡面大概有一些 有10個都是資源移 所以一目一到兵的 大概只有5個 所以很少機會 那我做的官 我做的 我是御官 我做的職位是辛苦官 所以我那時候在裡面 做的心理活動 那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經濟系人 做辛苦官 這知道台灣的國軍 有待改善 那我們進去開始就學辛苦嘛 就開始跟 收容的人聊天 那其實我們就是像是 塗成 看守所那樣子 就是你只要被局管 判了 還沒有判刑確定之前 都會送到我們這一台 我在花蓮監獄 花蓮 看守所 那主管就是整個宜蘭 花蓮 它這邊其實很亂 很多酒駕 很多地方角脫勢力 所以當兵的人 通常很容易出差距 會太爽了 因為東部當兵太爽了 所以就很常會有問題 那這些人都會送到我們這一台 那其實我在這些肯談過程中 我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 很多 這些人 會變成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很常來自於家庭背景 或是他生長同彩的環境 然後 其實他們都是很不快樂的一群人 我必須這樣講 我就調他們 我就說你們為什麼 就是不在學校念書 他就說在學校 得不到成就感 可能不能睡覺就完 他去外面的時候 朋友會帶他去飆車啊 帶他去海邊玩啊 那些 在廟裡面 跳拔家醬 會帶他 就是去酒店啊 帶他去哪裡 他覺得在那邊可以得到他 開心的事情 可以得到他快樂的事情 我相信人都是追尋 開心追尋 快樂的 所以當那些人跟我講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童年 跟他們的生活 有很大的部分原因是 因為快樂 給不到他想要快樂 所以他轉移到 可以拿到快樂的地方去 那些地方 通常充滿了誘惑 通常充滿了一些 就是想要利用他的一些 一些潛在的硬直在那邊 那我有這個想法之後 我就更加深了 我其實想要做的是 帶給人家快樂的事情 那我就開始苦思啦 就想說 到底做什麼事情 可以帶給人家快樂呢 又什麼事情沒有這麼 我想說 經營網開也可以 帶給人家快樂 然後我想說做的事情 有辦法更有益一點 特別有辦法 更從小朋友 或是更從 年齡前程 更低的地方開始做起 所以我就有了 開遊戲店 這樣做一個想法 然後你在當兵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想法 那 就是柯P來我們店裡 玩桌遊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沒有玩過桌遊 但他可以表現出 很快樂 你看我旁邊笑得這麼爽 不知道 其實玩桌遊是有很多 快樂的成分在的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目前為止 覺得經營這個行業 帶給大家 最多意義的地方 好 那 我做這個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因為 當年我在經營脫衣店 之前呢 我又想說 我自己到底 經濟系出來 有什麼能力可以創業 那 我不是工程背景 很多人都會先往 再來一些城市 又用這個方法的創業 他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 有一些人脈 他可以利用他的人脈 去累積到 他可能是 家裡有在進一些商業 他可以得到一些機會 他可以創業 但我既不是 這樣的人 也不是有工程背景 而是有一些技術的人 那我用經濟學 在創業的話 大概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開一間銀行的話 可能 可以算是我的創業 那我就想很久 我想說 我不想跟家裡拿錢 情況下呢 我有什麼技能力 那我就想起我高中時代 其實我高中時代的時候 是念史達夫中 那史達夫中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很愛 做一些 花花翹翹的一些 畢業典禮和畢業舞會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要靠著手石座 木工啊 這些能力 所以我們高中就用電鋸 高中就用釘槍 這樣 一天到晚就是半年 就是跟這些東西 活電舞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到我這些能力 我就想說 那其實我在開店上 的裝潢成本 是不是可以少很多 所以這整間店呢 什麼時候看 塑東西 包括椅子 桌子 全部都是自己做 那牆壁的本刷 到設計 然後天花板上 燈 電學 都全部都自己 自己開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我的能力就是在說 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來開一間店 我的第一間店呢 總共只花了 十萬塊 我最近電子只花十萬塊 所以我是算是 人家說開店好像都要砸五十萬一百萬去拆業 但我都不太分頭這樣 我覺得說 你如果想開店 其實你有很多的話 把很多資源是可以利用的 那這是我 可以在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那像我現在 這是我做了一半 我們那時候想要做一個 因為我們遊戲開始很多 要賣遊戲的地方 我們想要做一個高起來平台 還可以把遊戲放在這個洞裡面 對然後就是 儲藏的 因為不然都堆在我家 那時候我 睡在床上 我旁邊就堆買了三個遊戲 就是要賣遊戲的存貨 那後來想說 開了一間新的公款店的時候 就想把這些遊戲 翻譯到這裡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我做 公款店做 做到一半的時候 這是我第二間店 然後我一般來說 其實 要做桌遊 真的這個 帶來快樂的夢想 有點看不切實際 因為其實在桌遊做娛樂產業 在台灣 是 有點困難 大家對於娛樂這些事情 基本上還是有一點的排斥性 可以覺得說 做娛樂不太好 所以小家族 你會不會想 我很喜歡做小孩 然後家長其實都很排斥說 欸這是不是電動啊 行不行 去往咖啡店 那樣 都會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 推廣滿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轉向學生 跟上班族 那就發現說 其實這些族群呢 都會有一些餐飲需求 所以呢 我就跟我的另外一個同伴呢 就是決定 轉一個品牌 就是把熱氣球 這個品牌 就維持兩家店 開了第三間店 就要派樂地 希望能夠是做餐飲為主 然後這些店 就不單是只有桌遊 它是有飲料 有餐碟 然後就是 有提供包廠 提供 投影設備啊 辦公的設備 希望可以把桌遊的成分 減少一點 然後多一點 就是其他的 顏色存在 好 那這是我們公館店的樣子 然後那個後來 就是做起來的 做起來的 的地板 裡面都是游型 就是一塊一塊都是 裡面 在外面都畫游型 那 很陽春 但是就是 就是 是自己 自己一手打造起來 所以沒有感情 那這是我們派樂地的店 也是自己改造起來了 現在就越做越多 椅子也做桌子 然後旁邊那個 那個 沙發椅子做 椅子也做 這個椅子不是 這個桌 然後這個桌 旁邊這邊做的事 然後左邊桌子不是 然後在那邊沙發 椅子是買的 因為自己坐的椅子很容易換 一年大概就要更新一次 對 所以有一點 會有一些小問題 然後就是我們 發明一些 我後來很想做 我們希望大家就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吃吃喝喝 是可以存在 但是回到我們以前 當初以前去店裡玩的時候 大家就發現說 桌遊店的老闆都不希望 給客人玩遊戲 吃東西玩遊戲 他會覺得你這個東西 會弄上他的牌 那我的體驗也不一樣 我覺得 遊戲是工具 重點是玩遊戲 開心的東西 才是我們在販售的東西 我們賣你 不是賣你遊戲 不是賣你遊戲的空間 我們賣你 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那份快樂 你會來我們這裡 玩遊戲是因為你覺得 所以你只要能夠很開心 所以你只要能夠很開心 你要吃吃喝喝 你要大聲選擇玩 你要幹嘛 只要不要營銷到別人的情況下 我覺得 都是我們福分價值所在 就像我們後來有接一些活動報廠 像是ISEN 他們就在我們這裡開會 就坐在地板上 就是一些活動頂除桌遊以外 希望加上不同的設廠 好 這就是我後來 也今天切入了小朋友的市場 就從舊火團跟運動的東西開始 希望能夠真的去 帶給小朋友一些 尤其我覺得現在至關重要 因為現在在這種科技爆炸的年代 小朋友都只知道iPad iPhone 跟手機這些東西 都已經不認識 都已經不知道怎麼去跟人家互動了 其實現在 這是我近期上課的一些心理 就是小朋友其實已經很太懂得 去跟人家交流 去表達自己 去跟人家建立他有的一貫性 那我覺得桌遊 某種程度是 也跟人家主要多的去 好 那我們店裡還會舉辦品酒會 就自己舉辦品酒會 希望能夠吸引各種不同的人 來到我們店裡 好 那這就是科文者 好 那再最後就講到我們做實情遊戲 實情遊戲 實情遊戲就是因為我也發現到說 其實遊戲的產業 除了做桌遊之外 它還有更多開放的可能 那我近期有提募跟大家講 就是做我們實情店面的 我有一個想法 大家可以這樣去評斷 如果你也想做實情的話 你先去路上走一種 你就一加一加電台看過去 假設你發現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任何一個網路上的服務 來取代它 或是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放到網路上去賣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的未來就有 這樣子堅順很大可能 例如說你看到7-11 你覺得它現在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它已經只要想到哪一天這個東西 其實7-11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網路上賣 它要克服的東西 只有5樓跟5樓 就是接單只有速度而已 它未來它可能這麼不需要7-11 你可能在家裡 就有一個你家的7-11 這個服務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在網路上去 去補兌的 那餐廳可能就固定可以 因為餐廳你必須要真的吃到的東西 可是餐廳有的必要錢才可以固定 因為這個食物 趕快未來就在你家 你怎麼提醒 它也不需要你真的領著餐 可是桌遊有一個很大特色 就是它其實不太能被網路取代 你就算有鍵上桌遊服務 你玩的那個東西 也不是桌遊的規則分真 而是你在跟那個遊玩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也是蠻有趣的 那做實際的遊戲也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不算是被網路取代的東西 好 那這是我們的遊戲內遊 The Steam of Missing 它現在在台北車站那邊 正在運作中 那大家有空也來參考參考 那下一步呢 最後再一步 我們最近投了AppWorks的第9件 然後我們也有上了 那我們在做的一個計畫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網站 但現在應該是一個很醜的landing page 那我們希望做的是一個教學的教育人潭 那我們的slogan就是 Learning everything even for us 就是希望 你就算在這裡可以學到任何東西 就算你想要學飛 都可以 我們想要做成打造一個教育入口网站 希望你不只是在線上 不只是在課堂上 學習國文、英文、數學 你可以學任何東西 你想學桌遊 你想學怎麼寫程式 你想學怎麼煮菜 你想學任何的技能 其實都有老師 可以在上面找到 可以願意分享給你 那當然還在計畫 還在運作當中 並沒有任何的成果 可以表現給大家看 那講一下為什麼叫KISE 就是knowledge interesting 跟skill 還有experience 就是這四個單字出現起來 是我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的一些東西 就分享給大家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我的一些解例 大家如果想找我的話 可以搜尋雲帳 好 因為我在章魚收 然後呢 網路上呢 桌遊圈的人都叫我章魚哥 那也可以搜尋我們三個在做的品牌 一個是熱氣球 一個是胎樂地 一個是轉移 工作室做實際練習 那很高興這些超過的時間 謝謝大家